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收聽 《芒向編輯部 正向部》的節目 錄音的時間 2021年3月11日 這裡有我Raymond Wong 還有馬來西亞 大馬Sir 馬來根 各位網友好 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幫幫忙 點贊 訂閱和分享 將齊抗疫 拼經濟反攬炒的信息全贏出去之餘 還要捍衛我們正常人這三個字 因為我們那些溫和理性的人 很快就被這些極端分子趕絕 那些極端人 現在想罷了正常人這三個字 令到我感到非常惶恐 好了 這節目講一下什麼呢 就是一些很嚴重的疾病 首先第一單要講一下 就是根據內地的報章報道 在浙江省杭州市 那裡有一個研究生畢業的女士 因為畢業之後呢 手頭有點緊 那他就選擇了一間 他覺得是性價比高 位於繁華地段寫字樓裡面的微整工作室 微整工作室就是那些美容 那他去做什麼呢 就是去聞味 那聞味其實就很多女士覺得很輕鬆 那隨便找個地方做都可以 其實不是 結果呢 在他做完聞味之後半年 就是他去找到一份工作 看見 結果發現他感染了愛滋病 嗯 那麼嚴重 是啊 根據醫生分析 吳小姐半年前做聞味的時候 感染愛滋病的機率是極大的 因為他那個工作室的器具消毒不到位 哦 又是這些 是的 很容易通過血液傳播各種疾病 那其中呢 就有愛滋病 嗯 那醫生當然會提醒 就是昨天我們節目也說過了 梅毒 那 愛滋病這些呢 不會僅僅是通過性接觸傳播的 紋身 穿耳孔等這些有創美容 如果消毒那個器具不到位 都有可能傳播病毒的 你紋身的情況其實就是 紋身就是通過一些針 刺皮膚 將對人體無害 不會被人體吸收的金屬氧化色素 那就注入這個真皮層裡面 令到皮膚有顏色 那在紋身的過程之中 那個針尖會和避聞者的血液 是不斷接觸的 是 是不斷來的 來來回回 其實如果你看過人家紋身 就會看到它是不斷有血滲出來的 是 在裝有紋身藥水那個容器裡面 也都會浸一浸再放下去的 那如果紋針消毒得不徹底 或者那個藥水的容器不是經常更換消毒呢 當第二個人被針刺的時候 就很可能會交叉感染 那紋身過程不規範是會增大感染 穴肝、外滋病、細菌性紅眼症、 沙眼、梅毒、結核病這些風險的 雖然不是個個紋身的人都會被傳染 但是都不可以有僥倖之心 對於那些刀割針刺的美容術 一定要找一些醫療設備齊全 衛生條件好的醫院 免得因為器械消毒徹底而染上疾病 早年大馬人很多上去泰國 貪他的那些便宜的 街邊的那些小店玩紋身的 就看到一些圖案很過癮 結果都有不少領了性病的 不過就沒有外滋病那麼嚴重 但是性病都嚴重了 因為如果你大馬男人尤其 你上去泰國玩 一般來說身邊的人都對你有異樣的眼光來說你的 是不是上去玩那些東西 不過如果你跟老婆、子女上就OK 就沒有問題 但是會不會是因為他玩了那些東西 然後才硬硬就說我其實是紋身而已 不是嫖子啊 都有這個機會的 那現在那個情況是挺嚴重的 那現在這些大家要小心 在內地現在開始多些人用一些美牙 就是去牙科診所做牙齒美容 那有些不法之徒 就亂叉不開一些地方說可以做美牙 但是就不是診所來的 那也是高風險 為什麼呢 根據醫生說 80%到90%的牙病患者 在洗牙和補牙的時候 都會有牙銀出血 如果洗牙和補牙的機頭消毒不全面 這樣就有可能通過機頭上殘存的血液傳播疾病 增加感染肝炎愛滋病的機率 那所以美牙一定要去正規的醫療單位 就是醫院幫患者做洗牙保牙用的機頭 必須是消毒之後沒有打開過封裝的機頭 這樣才可以保證衛生和安全 那還有紋身就很嚴重 現在它的紋眉就不是真的紋的 有些就這樣做好一點的 就不是永久性的 那其實早前央視都報導過 那些半永久化妝染料 是近半重金屬含量超標的 就是有些紋眉 有些人說那些是啼啼啼啼 沒有紋眉的 那它其實是不知道什麼眉 都是做一些深一點的顏色的 那它那種情況就是 那些半永久化妝染料產品 那韓國消費者院 也都發表過品質抽驗報告 韓國市面上流通的25種 半永久化妝染料產品之中 就是紋眉紋眼線 12種的產品重金屬含量不同程度超標 部分產品的重金屬含量 是甚至超過標準值的30倍 嘩 是啊 其中兩種產品的格含量和新含量 分別超標3倍和5倍 而格和新呢 被劃分為一級致額物的了 你不要以為韓國那些搞得行 現在要告訴你韓國都是大Q的 在近年來呢 韓國和半永久化妝有關的 受傷案例呢 逐漸增多 嗯 這些案例中呢 超過七成呢 和半永久化妝後產生的副作用有關 那就是它紋眉呢 不是永久的 現在原來有些 那我其實是不懂的 就是有些人說 它不是紋眉 它做的不知道叫什麼眉 那麼 我管理你什麼眉 就是葉子眉都是這樣說的 什麼關公眉啊 葉子眉都不關我的事 就是我只不過是講一講 現在這個有可能出現問題的情況 那在韓國呢 就不少的消費者出現了疼痛啊 發炎的症狀 嗯 嚴重的呢 還造成了視力障礙 文眉問到 瞎了都很 始料不及啊 大佬 是啊 就是文眼線 它應該是 哦 是啊 那麼有媒體呢 曾經對朋友圈文眉 進行暗訪 嗯 原來呢 有些人呢 他學呢 只是用幾千元學費的而已 那學不夠一個星期 跟著呢 就去買儀器 色料的開張做生意 那麼一個朋友圈文眉的微商話呢 你一般學三天就認識的了 那學識就可以上手 嗯 一開始你幫人做的時候呢 收便宜一點 幾百元啦 練一下手 跟著技術熟練了 那麼收千多元就行了 嗯 真是很嚇人啊 你是不是會覺得我們老作呢 不是啊 真的 這個是根據《河北青年報》的報道去講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當然了 河北省 中醫院美容醫療科主任 毛俊圖都提醒 就是韓式半永久這種技術呢 其實就是移脈入膚 就是進去皮膚那裡 任何移脈入到人的皮膚 都是有影響的 有些人受的影響大一些 有些人的影響小一些 所以聞味的人一定要很小心 現在那些 就是剛才我們為什麼要提出這個 半永久這件事呢 就是有人跟我們說 哎他不是聞味啊 因為他做那個不知道是什麼味 那他就可能是半永久的 那半永久都有影響的 這種美容方式 如果選用的機械是不乾淨不正規 手法不得當 就會有染病的風險 而且色素裡面呢 有重金屬的話呢 就有一定的致癌風險的 分分鐘呢 就是怎麼說呢 眼神癌症都有可能 這個我猜的 哇 好像韓劇那樣 眼神癌症 是啊 韓劇都有說的 那究竟實際上會不會呢 那當然要問醫生才知道 但是 如果大家要接受類似的美容項目呢 就一定要選擇有正規資格證的 美容醫療機構 嗯 那除了這一樣之外呢 那就要講第二件事 這個就是村議了 其實昨天 另外一次節目都講過這件事的 那就是 有個乖乖女 大學畢業之後呢 今天都要重複一次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那大學畢業之後呢 就在父母的安排之下呢 嗯 就去雙親 雙親完之後就去談戀愛 那兩個年輕人就情投意合 那情投意合呢 那交往了兩年就結婚了 嗯 那兩個人呢 就做這個印前檢查的時候呢 那醫生就開出外脂梅毒 丙肝 就是丙型肝炎 就是Hepatitis C 這些感染疾病排查的檢查單 那那位乖乖女就拒絕了 就說她不可能得這種病 那就拒絕了檢查 那好啦 那就拒絕就拒絕啦 那到了2016年呢 那這位女士呢 就查出了大肚啦 那家人就起出望外 那去到醫院做印檢的時候呢 就大地震 原來她是有目睹的 那她老公又沒有被感染 那她奶奶和老公當然是 就是很懷疑啦 那眼光啊 那你究竟為什麼會惹到你 跟著醫生仔細地問呢 跟著才知道 原來在結婚之前 就在路邊攤那裡穿耳洞 其實穿耳洞這些呢 很多地方都有 賣耳環的地方都有幫人穿 其實盡量不要啦 我就覺得 所以都要提大家多一次 那有可能就是那次打耳洞 就埋下禍根 那就大起一禍了 那其實很厲害的這些 令人驚訝 是不是 是的 現在想著沒有什麼 就是平常的事情 怎麼知道是會因爲這樣 一個小小手術 或者做小小穿下耳 那就中了梅毒 是啊 聽到都害怕 嗯 就是想都不會想到說 你穿個耳都會惹到梅毒 但是就是會 因為是會有血的 就是你有血液可以黏到 下去另外一個人的血液那裡 就有機會傳染 嗯 所以這些東西真是很大的 那我們昨天的節目 其實我們講的這一宗 就是在沙冷氣的 那一宗就是80歲的老伯出診 以為是海鮮敏感 但是竟然是染上嚴重疾病 究竟是為什麼 還有呢 就是如果不幸運了 惹到這個梅毒要怎麼做呢 大家都要講一講 就是治療期間 性伴侶都要檢查的 一起檢查一起醫 醫好之後呢 就定期覆查 也都要注意防止傳染其他人 生活中要小心防護 那麼早期梅毒患者的傳染性 是比較強的 內褲毛巾這些私人物品 單人單用 不要跟其他人同盤洗浴 那麼早期梅毒患者要求禁止防止 兩年以上的患者都應該盡量避免 必要時呢 就當然要帶安全套啦 加以防護 那麼還有患病期間呢 就不宜懷孕 嗯 如果患者 是 因為如果患者真的有了的話 要一組治療 那究竟保不保留胎兒呢 應該尊重孕婦的意願的 所以這些事情呢 就希望大家多些關心啦 就是很多陷阱的 尤其是見到一些人聞眉 人聞眉 精神了很多 自己又走去聞的話 其實是有風險的 就是那些微傷 其實這件事情 我是想提大家很久的 就是那些 因為我自己看到那些朋友圈呢 都有人是做這個 這樣 就是美容的 那當然啦 不是說他們不能做 他們可以做 但是大家要理解 清楚那個風險先 嗯 因為實在太容易 惹到這些東西 用這些不潔的器材的話 那它當然有些地方 它用那個器材會乾淨一些啦 但是那個問題就在這裏 如果你在微箱那裏做的 那你千多元幫人 聞兩條眉這樣才算 那喂 有沒有辦法真的全部消毒到位呢 我是很懷疑的 嗯 那節目來到這裏呢 時間都差不多了 那 我們休息一會兒之後呢 就會講一下其他話題 就這樣先拜拜 好